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经理生涯 我们新的一档叫做中国清训 这档的核心的任务或者目标吧 就是尽量多的培养有潜力的中国球员 然后带领他们在联赛啊 还有世界杯啊尽量取得好成绩 正式开始之前呢 我在这个群里投了个票 最后大家投出来了 还是去西蚁联赛 西蚁呢有好多球队 最后我选择的标准呢 就是选择一个历史最悠久的 叫做CF罗伊斯成立于1909年 位于罗伊斯 就是说西班牙还有个地方叫罗伊斯 然后他没说什么别的 也没什么钱 也没所谓 我们需要钱的话 我们可以转过来一些 其实我们也不需要钱 唯一需要钱的地方 就是花钱雇求探 我们难度还是传奇吧 然后半场时间长度 还是五分钟 我们把球场换个名字吧 我们球队不叫罗伊斯吗 罗伊斯Garden好了 Garden有圆的意思 大家从画面中看到了 我把所有的18里有的中国球员啊 都转到了这个球会 然后把这个球会之前的球员都转出去了 我现在基本上的想法是这样 第一个赛季啊 或者前两个赛季可以拿这些中国球员啊 模拟比赛 然后同时呢 我们再去派清逊的球探去搜索 有潜力的年轻的中国球员 等到这个中国球员成长起来了 我们就逐渐把这些中国现役的球员替换掉 但是前一两个赛季我也不打算自己踢 我可能模拟一些吧 然后看看我们这些现役的裹脚 组成球队能在西里拿到第几名 我们把阵型换成4112吧 吴磊告林踢这个双前锋 唐龙踢前腰 张希哲好军敏踢中场 欧文踢后腰 这个队没什么中后卫 然后郑志退回来踢中后卫好了 然后战术我都调成了50 就这么这模拟吧 看看最后这个赛季能拿到第几 另外我们俱乐部其实也是被一家神秘的中国财团接管啊 第一个赛季给我们投入了4000万左右 应该够我们雇一些好球探 先三个月任意吧 看看他都侦选出来是哪些位置的 全打在补哪 我还说了要有香港啊 或者台湾什么的 也可以派一派溜达溜达的 对不对 虽然最后不能参加国家队 但是俱乐部里一起踢踢球啊 交流应该问题不大 选择地区只有这四个亚洲 太可怜了 赛季已经结束了 但是董事会的目标低于目标水平 就是赢利少了 就是赢利少了 这是什么排行榜 这是什么比赛 世界杯 我们怎么进的2018年世界杯 我怎么进2018年世界杯了呢 这件事情我不知情啊 可能是我接受国家队这个 叫什么offer之前啊 就已经有金世界杯了 选赛我们排在第三 沙特阿里亚中国 韩国日本呢 看看我们联赛排名吧 联赛排在第16位 就是中国国家队啊 来吸引替联赛 基本上快向级的 就这个水平 当然了中间可能 我是模拟的嘛 有时候这个球员轮换啊 或者什么的 我可能做不太好 有时候国家队需要去比赛 基本上整个队都走了 可能体能也有问题 但是吃吧 排在第16 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啊 巴萨币最后 要是能降级的话 就已经降级了 不说他有点小要人吗 怎么这个成绩这么差 射手榜上 基本上没有我们的人 有 吴磊进了11个球 吴磊不错嘛 助攻呢 高林有5个助攻 感觉赛季初期的时候 前面三叉截助攻还都不错 踢着踢着就不行了 我们这个赛季找到小黑人啊 一共就这几个 这一共是八个吧 有一个门将 然后一个右后卫 一个中后卫 还有四个中场吧 从而到右 左边前卫 右边前卫 两个中场 还有一个算影风吧 我们目前为止潜力最好的 就是这右边前卫吧 当时潜力好像70多到90多 下窗的时候 我们再找一找吧 争取凑齐11个人嘛 那样我们下赛季至少就可以开始踢了 现在主要缺的就是前锋和后卫吧 反正这几个球员的潜力啊 都还是可以的 差不多 有的像后防线差一点 可能只有80多 但是中场啊 后门将好像还都不错 都90多 下个赛季吧 随着边踢 我再边介绍吧 中国队基本上这样吧 跟俱乐部也差不多 韦是好涨上来的 让他踢前腰吧 张宇宁跟吴磊提双前锋 高林 中场 其实这个位置 谁踢都没所谓 高林这个防守还有一些 然后郝军敏也踢中场 然后还是黄博文踢后腰吧 郑志好像退役了 还是我没选他呀 因为我都不知道 踢交名单之前 可能踢交名单 我还是有一赛 我没太走心 我都不知道 我们入选世界杯了 这个小组还有俄罗斯和巴西 要丹麦赢不了的话 基本上就贵了 丹麦有谁 鲍尔森 埃里克森 左右两边瓦斯 左边那个黑人小孩 跑贼快贼快的 往前也可以 门将舒梅切尔 丹麦挺强的呀 踢 应该踢在后卫腿上了 张运勤感觉射门还是很有力量的 好的 机会 漂亮 郝军敏 1-0 好吧 给进阶了 没有真点 郝军敏长什么样 我还知道 基本上的所有人都不是真点的 来呦 郝军敏 危险啊 这基本上机空机就送给人家呢 不知道郝军敏怎么把这球漏掉 好的 张运勤2-0 这场比赛我们没什么意外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赢一下 雷这样赢也不是真脸 这球运气也不错 不知道怎么弹回到我们前腰脚下 唐龙3比0 没想到这个后卫竟然没打出这个直塞 唐龙难道是真脸吗 好像貌似只有唐龙是真脸 我也无颜一对啊 随便蹲一脚啊 17号是看着这么多 赵徐志看着跟胡克一样 这门将 是树莓签吗 这脚有点扯啊 而且是右边后卫提 右边后卫设门多少 不知道吧 但我也不觉得它能上70啊 仔细也很意外啊 没想到能替丹麦一个4比0 最好的就是最后轰进世界波的 邓海文吧 应该叫做 郝俊敏进了世界杯手球 这种话说出来多心酸 还是个不错的开始啊 有希望小组出现了 或者说小组出现的希望还是很大的 边后卫叫邓韩文 看着挺小的 直播的时候还说 它是就是 Face Party啊 所有中国全力潜力最好的呢 丹麦最后战胜了俄罗斯 俄罗斯两年败嘛 所以这组形式还是挺复杂的 要是俄罗斯能逼平丹麦就好了 我们现在竞胜球排在第一呢 虽然我们只提了一场 中国球迷长怎么多黑人 怕有黑人 还有桑德罗 其实桑德罗 这次世界杯正式 他都没带他去 对不对 西尔瓦 前方 菲尔米诺 内马尔 对 南迪奥 卡西米罗 法比亚诺 左后位就是 丹尼尔洛 右边前位 现在好像也下了一个法甲 这个赛季表现不错 哦 好名剑 太危险了 哇 0比1 点后位 点球吗 运气这么好 奇尔瓦竟然缠了我们 要赶紧红牌就更好 那个发生什么 我其实注意力已经不在这边上了 我已经去禁区里面了 我是先传的球 他缠着我 啊 tpi 好了 又是好军民 哇 左脚竟然选择tpi了 无雷 漂亮 搬平了1 无雷第一场没什么发挥啊 第二场上站出来啊 甲扣 晃开了 这应该是丹尼尔洛吧 反正他们缝现在最弱的一点了 好门将啊 这么牛歪 哎哟 哎哟 好门将 门将啊 我疯了 好门将啊 好门将啊 好的 张 昱宁 2比1 这球有点扯 射门真不错 高林也算真脸吧 感觉高林扫过 就扫的不太好而已 基本上模样还是很像 就算失群力敌吧 但是我们把握机会能力要好一点 这场巴西721起的好机会 门将不错 严峻龄是不是 扑出去不少这个必信球 其实我觉得 机会 好居民 球没停好 为什么停完之后扭伸了 面对球门多好就可以射了 张继哲上去跑一跑 赵徐志上来吧 防守吧 就要表扰室了 哦 2比2被搬屏了 竟然被钻了当最后 他踢不上来我让他防守的 结果没想到绝杀 主要是巴西之前是在落后 他扳平了之后 他的心态还是压上去的 后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人 我们起个二过一 还是倒出来一个空当 最好的张宇宁 一个进球 一个助攻 高林也不错 你看高林虽然在这中场 踢着 也送出了两击助攻呢 我们现在是六个级分拍销第一 最后一场应该是巴西对丹麦吧 其实肯定出现了 巴西对丹麦不管他们怎么踢 平的话我肯定出现 他们两个人谁赢的话 谁就和我们携手出现了 对吧 既然我们还有机会往前走 摄楼宝也不急着看 张宇宁总是来说 感觉他跑的一个摄门还是可以的 基本上有摄门机会 他能抓住 不管怎么样 我们这个工作还是保住了 所以就不管 我们再往前读个进度 进下一个赛季吧 这期节目暂时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个赛季或者下期节目吧 世界杯还是继续踢 看我们到底能走多远 然后关于清训呢 我们还是在找着人吧 可能下赛季不踢的话 就再模拟一个赛季 现在手里的人有几个 但是还是组不成11个人 下期有再想想吧 那我们今天这期生涯就先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这档新的生涯模式 如果大家有好的建议的话 也欢迎在视频后面留言评论 不要忘记给视频点赞 还有订阅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